不管老婆怎麼問你 你永遠都要說她是瘦的 都是瘦的 她不管怎麼講 她就挖洞給你跳 你千萬不要跳下去 你知道之前啊 智希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剛搬家 剛搬了新家 就很開心 每天都宴客 然後我就 吃大餐 那陣子她就真的胖得蠻多的 有一天我就 有時候就是覺得很可愛 我就捏了她的手 就這樣捏她 我就 我突然 肉肉的喔 完了 翻臉 哭啊 三天不理我 這個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老婆有個怪癖 她每天早上起床之後 她一定要全裸 就是全裸站上體重肌 因為她覺得 她的任何一件衣服 或者是她的蕾絲內褲 會增加重量 對 會增加重量 這應該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怪癖吧 小鮮姐你應該也是這樣吧 她也是 我也是啊 是 沒錯 因為我們在乎那個0.5 對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拖 沒錯 對 我們一定要那個數字 你要不要乾脆剔個光頭上去 會更輕一點 拖了還不夠的話 我還會再繼續上個測試 對 這是因為營養器 對 沒錯 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老公都很有求生意 因為我們這時候應該都會在外面看新聞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再注意到裡面的一些聲音 當它裡面發出 Oh yes 就代表她比我今天瘦了 對 我今天非常的好過了 那當它呢 今天裡面開始出現 Shit 或者是F開頭 F 對 那我們就知道今天 不好意思 那個要討皮痛了 那它出來呢 我們就會說 它就會帶著臉湊出來說 欸 老公 我今天是不是看起來很胖 我說不會啊 你一直都很瘦啊 對 我是不是我就開始討好 他說你騙人 我剛剛明明就胖了0.5 我明明就胖了0.5 你幹嘛要騙我 對 我講這樣也不行喔 那我就說好 那我這次學乖了 我下一次我就說 哎唷 應該是水腫啦 就是你昨天可能吃鹹酥雞吃比較鹹 或者是昨天湯比較鹹一點點 應該是水腫 你這樣 你現在是嫌我胖是不是 你現在是嫌我胖 你真的嫌我胖對不對 所以我怎麼講都不行欸 因為罪魁禍首就是你啊 你罪愛前一天晚上找我吃宵夜 他每天晚上10點多就會開始說 好想吃鹹酥雞喔 你不管老婆怎麼問你 你永遠都要說她是瘦的 都是瘦的 他不管怎麼講 他就挖洞給你跳 你千萬不要跳下去 你知道之前啊 智希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剛搬家 剛搬了新家就很開心 每天都宴客然後就大餐 那陣子他就真的胖了蠻多的 有一天我就你知道 有時候就是覺得很可愛嗎 我就捏了他的手 就這樣捏他 我就 我突然就 欸 肉肉的喔 完了 翻臉 哭啊 三天不理我 好嚴重 女人真的沒有辦法 接受這個身邊最親密的人 說她胖 所以年輕女生 跟我們這種年齡就不太一樣 我們就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很重視自己的身材 我們也會希望說 她帶我們出門 我是有給她面子的 而不是像是一個那種 黃臉婆一樣 好 這個新的一年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開心 天光明天就可敬笑 心想死神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 龍年行大運 祝三立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